在2006年讀了飞机维修高级文贫 在2008年成功取得了香港飞机维修基本执照 作为一个专业的飞机维修人员 我们要确保飞机在高品质、高效率的情况下 顺利完成 我觉得我在崗位上必须有所提升 和知识上不断要以事并准 我决定报道香港理工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 中的工业品质、管理学、理学士的课程 我选择这个课程是因为 这个课程中的认受性和实用性都比较高 还有一个良好性 在这个课程中我学了很多方面的知识 例如有业务改进、成本控制、人手管理等等 在逻辑思考和系统上的技巧方面都有所提升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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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